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近日报告将台积电列为首选股,认为在近期科技股反弹后,该个股的估值具有吸引力。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Charlie Chong在报告中写道,在长期的半导体下行周期中,他们看好台积电的质量和防御性。 他还指出,确认涨价和人工智慧、AI资本支出持续走强应该是台积电关键的催化剂。 Chang预计,凭借涨价,台积电2025年应能实现逾55%的毛利率,并且在海外晶圆厂实现规模经济后, 将于2028至2030年逐渐接近60%的毛利率水平。 台积电此前公布的二级度销售额,净利润,毛利率均高于预期。 当季净营收超预期同比增长40.1%,净利润超预期增长36.3%,毛利率为53.2%, 高于台积电的整个指引区间51%至53%,也高于分析师预期的52.6%。 台积电还上调了今年的销售指引,将全年按美元计销售增长预期升至20%中短区间以上, 从21%至26%区间上调至24%至26%。 台积电增长主要得益于近期AI与高效能运算领域需求强劲。 二级度,台积电的AI晶片代工业务延续强劲势势头,同时在iPhone出货量增加的提振下,智慧型手机业务稳步复苏。 HPC高效能运算平台的收入占比最高,达到52%,环比大幅增长28%,智慧型手机业务营收占比33%, 汽车业务占5%,IoT占比6%,DCE业务占比2%,公布二季度财报时,台积电还上调了全年资本支出指引的下限, 预计全年资本支出为300亿美元至320亿美元,整个指引区间高于市场预估的295.5亿美元,此前指引为280亿美元至320亿美元。 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在当时业绩电话会上表示,之所以上调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下限,主要是考虑到更高的增长机会。 本季度营收超指引的部分主要受益于N3和N5制程需求。 魏哲嘉还指出,第二季度时,强劲的AI智慧型手机支撑的需求,预计5奈米制程在下半年保持高水平, 预计今年全年是它们很强的增长年份,预计营收增速略超过按美元即20%中断的口径。 台积电二季度财报获得了如此高的关注,其第三季度把说会必然受到高度关注。 据台湾媒体透露,这次将采用线上形式,同步公布第三季度财务报告,及第四季度业绩展望。 市场预期在客户积极新处理器积极下单的背景之下,台积电第四季度营运渴望延续成长趋势,季度营收将续闯历史新高。 受苹果新iPhone16系列处理器,联发科以及高通在10月推出全新一代旗舰处理器,以及AI加速器等强劲需求的推动,台积电第四季度营收,有望较第三季度再成长。 台积电方面表示,5奈米、3奈米先进制程,及CoOS先进封装,是台积电今年及明年营运成长的主要动力。 依应客户强劲需求,台积电今年和明年CoOS产能将逐年倍增,估计2025年月产能将达7万片规模。 除营运展望及CoOS扩产计划外,台积电美国、日本和德国海外布局进展,以及国内扩产规划、2奈米等先进制程技术进展,都是市场关注重点。 在此背景之下,台积电2奈米以下先进制程,中科扩厂有最新进度,中科管理局长徐茂新,9月中旬已表示,中科台中二级园区扩建,目前同意协议架构的土地面积已达95%,全案预计年底完成架构,明年第一季交地供台积电建厂。 中科二级园区扩建,除公台积电建厂使用之外,还剩约3公顷土地,可提供相关产业厂商申请进驻。 据了解,目前已有多家半导体供应链、精密机械厂商表达进驻意愿,中科管理局也欢迎IC设计业者加入。 中科二级园区开发面积89公顷,其中,兴隆高尔夫球场占67公顷,比例约达76.8%,为最大地主,军方靶场12公顷,私人土地10公顷,土地取得费用预算约237亿元。 目前,二级园区共有111位地主及地上务,累计同意协议架构人数70%,面积95%。 徐茂新指出,中科管理局仍持续跟未同意协议架构的地主沟通,目前未同意架构的土地面积约3.6公顷面积,占5%,约28位地主。 管理局将于10月初提报强制征收计划,但在内政部核定征收计划前,仍会积极跟地主沟通,以达成协议。 徐茂新说,中科二级园区扩建已进入最后一里路,土地架构价格不但优于市价,且加发3%奖利金,条件绝对优于征收,而若架构协议不成,将进入强制征收程序,届时价格不见得比价够好。 也是让兴农及多数地主同意协议架构的主因。 中科二级园区所在的兴农球场隶属兴农集团旗下兴农娱乐公司。 外界推估,一旦球场被征收,扣除求证补偿金后,杨天生家族可以入贷的现金预估在150亿至200亿元新台币间。 台积电在中科二级园区厂区的2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中科扩厂之外,高雄已经同步上升为台积电未来更重要的根据地之一。 高雄除了台积电三座2奈米晶圆厂外,还可容纳2奈米以下技术设厂需求。 近日有消息称,台积电将于高雄推进1.4奈米,即14奈米的A14制程。 高雄地方部门已盘点下一代先进技术生产的土地需求及水电供给。 对此,台积电表示不回应市场传言。 消息称,台积电在南紫园区增设第三座晶圆厂是2奈米制程。 高雄市积极解决水电、土地及周围生活需求等问题。 据悉,南紫园区用地可供台积电兴建5座晶圆厂。 业界传出第4、5厂晶圆厂朝A14制程布局,只待台积电公布。 对于A14制程,半导体设备行业人士援引台积电制定的黑NATV路线图指出, 台积电A14制程将于2026年上半年进行风险试产,最快2027年第三季度量产。 量产初期仍主要采用ASML第三代标准型EUV设备NXE3-800E。 据悉,台积电在南紫首座2奈米制程技术晶圆厂,预计2025年量产。 其产值将较300米更高。 知情人士称,未来2奈米制程会应用于高效能运算、HPC和智慧型手机应用领域, 还有电动汽车、自动驾驶汽车等,台积电向来超前研发先进技术,为未来市场布局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